畫面上是仁愛區光一路旁 位在高速公路橋下的親子運動場所 施議員鄭文婷接獲民眾反映 特別前來關心長輩與婦幼的運動休閒安全 邀請仁愛區公所與警方等單位進行會刊 這個地方因為無障礙空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它的車主會間隔比較寬 那因此也讓機車比較方便出入 所以常常會有機車在這邊進出 但是這一個空間是人形的一個空間 尤其假日的時候很多爸爸媽媽會帶小朋友出來運動 所以民眾跟我們陳情希望能夠增設車主 不要讓機車可以上來 那今天會刊呢 我們非常感謝仁愛區公所民政科的科長 他當場承諾會幫我們加裝一排的車主 但又要能夠維持無障礙設施這樣的一個功能 讓機車進不來 但是輪椅也好 或者其他人形的部分都維持它的倉筒 施議員鄭文婷感謝仁愛區公所與諾解決問題 讓民眾以及長輩富幼進行休閒運動時 能夠更安全放心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建議員東 接承諾